Hello 各位觀眾, 大家好, 又是我設計師Nio 現在我檯面上的這一部 就是剛剛Microsoft 不是推出了很久的 Surface Go 3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考慮買這部機呢 這部機是一部在行Windows 11的 Tablet 換言之, 任何在Windows 檯機上行的專業軟件 都能夠在這部小小的 Tablet 上行得到 最高的配置只有8GB RAM 和 i30 代的處理器 不知道在行在Windows 11的時候 能不能夠相信呢? 又或者行在一些專業設計軟件的時候 能不能夠相信呢? 今天這部影片我會和大家去開箱這部機 以及實試評測一下 看看這部機在這些專業設計軟件的時候 那個表現是如何的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開箱了 各位, 我現在開箱這一部就是高配的版本 處理器就是 i30代 10100Y RAM 方面就有8GB 然後內存就有128GB SSD 大家拿上手看到的樣子 跟上一代的 Surface Go 2 相當之相似 機身十分之輕巧 只有544克 側面都會有 Surface 好 Signature 的支架 電腦來說, 它真的算是很薄 機身口度只有8.3mm 比起九代 iPad 就會厚很少很少 但不要忘記它背後有支架 所以這部機已經做得很薄 一起看看其餘的配件 有些說明書 還有下面這一盒 相信都是充電器 裡面有一個65火的火牛 插頭有點像 MagSafe 用磁力設計 即使可以鍵到條線都不會弄 看看這周邊的東西 還有 Surface Go Signature 就是它原裝的鍵盤 採用了現在都很流行的磁石設計 一轉動就可以變成一部手機電腦 到底藝人需不需要買這個鍵盤 稍後它的位置會和大家再說一說 現在給我外鏡大家看看盒子裡的所有東西 除了機身之外, 不要忘記我們還有筆 今天預備了兩款筆, 分別是 Surface Pen 另一支筆是 R520 還有一支副廠的筆, 同樣都很受歡迎 兩支筆都可以透過磁力貼在機身旁 那麼 R520 會感受到貼得不太實 當然還有其他地方是需要值得比較 讓盒子的位置會再詳細比較 大家可能都知道, 其實這個還有一個 Base Model 就是 4GB RAM 的版本 為什麼我今天沒有選擇那部機去做評測呢? 主要是因為效能的問題 這部機是在走 Windows 11 其實如果只有 4GB RAM 的電腦 我覺得只是足夠你上網 做一些很普通的文書 才是足夠的 如果你真的要走一些 例如是 Seabrush 或者 Blender 你就真的需要選擇 8GB RAM 為什麼呢? 我稍後去趕到這些位置的時候 就會跟大家一一去解釋 後面也有一個卡槽位 你可以插 Micro SD 卡 最多可以擴充到 2TB 後鏡頭就800萬像素 平板電腦可能比較少用 但當然有就好過沒有 前鏡頭就1080P高清鏡頭 開會的時候特別有用 平滑方面 1920x1280 解像到220ppi 10.5吋的平滑 比起 iPad Air 4 還要大一點 可視角度達到880度 配合 Surface 設計 可以把機器按到 10-15度 你用這個模式畫東西 其實都頗快 開箱方面差不多 現在就安裝軟件 來試一下這部機 手機買回來 已經來自 Windows 11 家用版 已經激活了 我們由最基本開始 我就在 Store 中 很隨意下載了一個 Drop Notes 的 App 我分別用兩支筆去試試寫字 Surface PAN 感覺上更好寫 另一支 R520 你會見到某些筆畫是會脫掉的 Drop Notes 用 R520 都不大問題 但如果要畫畫又怎樣呢? 因為 Windows 的關係 我們可以裝到很多很受歡迎的繪畫 App 例如 Clip Studio 最新版本的 Clip Studio 就支援 Touch Gesture 換言之你可以用手指去放大縮小的 Canvas 但大家都見到放大縮小的東西是很不暢順的 因為它始終不是一個像 App 的運作 像 iPad 上的 Procreate 放大縮小是非常自餘的 而在 Clip Studio 裏面其實它預計你用鍵盤放大縮小 所以用手指去操作是相對比較差的 像這裏我想用兩隻手指去返回 這個返回的功能是有時候可以有時候不可以的 有時候真的弄得很頭痕 另外又說回一支筆 如果它用來畫畫的表現又怎樣呢? 現在我就用這兩支筆去畫一些線條 原裝 Surface Pen 就會貴少少 售價是$798 而副廠的 R520 只在買大約$250 但香港就應該沒得買了 你要在 Amazon 上才買得到 再寄來香港 R520 除了價錢吸入之外 第二個吸引地方就是它有兩顆可以自訂的快捷鍵 而 Surface Pen 就只有一顆 在很多軟件裏面都需要你有 middle click 和 right kick 去並用 如果你只有一個快捷鍵 其實在很多軟件裏面都很不方便 畫了幾條線之後我就覺得 R520 在力度控制方面是比較困難 而 Surface Pen 就會比較好 在 Surface 上面用筆有個好處 最重要就是當你的筆拿起一點的時候 你會看到有一點被你當Mose 用的 尤其是用電腦軟件的時候 你會看到一些鍵是很麻麻的 如果你有這個功能的話 你去選一些鍵就會更加精準 會方便很多 整體來說在 Surface Pro 上面畫畫 我自己覺得有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加好 接下來就講一下 Shaper 3D 我想有不少觀眾都是由 Shaper 3D 而認識我 過往 Shaper 3D 就只是支援 iPad 而已 但現在已經推出了 Windows 的版本 所有的 Windows 機 包括我現在手上的 Surface Go 都可以用到 Shaper 3D 表現方面我就覺得它跟 iPad 差不多 我使用一定是沒有問題的 Shaper 3D 雖然有很多好處 但它收費就真的不便宜 你想省錢就應該用 SketchUp 因為 SketchUp 收費會便宜些 甚至乎你用網易版的話更加是不用錢 所以你要用免費版的 SketchUp 你就要用 Surface Go 而 iPad 上面就做不到 如果你不認識 SketchUp 我在這裡很快就講一講 SKETCH UP 跟 Shaper 3D 一樣都是畫圖軟件 甚至乎可以加圖在上面 亦都可以有測量的功能 非常之適合工程或者建築用途去使用 Shaper 3D 以外我都會蠻推薦這個軟件 接下來來講一下 Seabrush 如果你有聽過 你應該都知道它是一個非常專業的 3D 雕塑軟件 講到 Seabrush 這個部分 我就想回應剛才關於 RAM 方面的問題 剛才說了不要選擇 4GB RAM 為什麼呢 很多電腦軟件好像 Seabrush 一樣 都會需要很多 RAM 例如我去雕塑的時候 我把公仔的解像度調到很高 就會產生很多 Polygon 這個時候 RAM 的角色就非常之重要 你要有足夠的 RAM 你才能夠暢順地 在這部平板電腦上去雕塑 很多時候軟件走得慢 或者死機 都是因為不夠 RAM 所引致 所以都挺建議大家去選擇 8GB RAM 的版本 可能你會問 iPad 上面已經有 Nomad Scope 為什麼我們要用 Seabrush 先 其實沒有分別的 不是沒有分別的 我這裡跟大家解釋一下 Seabrush 的功能 確實比起 Nomad 多很多 而且強大很多 Seabrush 裡面我們可以自訂一些 Brush 例如一些 IMM 的 Brush 好像這裡 我一畫一條線 就整條頭髮生成了出來 很多專業的 Artists 都會自己存一堆 Brush Set 在Seabrush 裡面就會有這些 IMM 的 Brush 而在 iPad 上面 我相信都很難會有這些功能 Seabrush 歷史悠久 裡面的功能多不升數 一條片裡面真的不能夠進入所有功能 如果你是認真對待 3D 雕塑 我就覺得你是需要學 Seabrush 在 Surface Go 上面去行 Seabrush 是夠用的 接下來來說 Blender Blender 近期都十分流行 個個都紛紛去學習這個免費的 3D 軟件 要走 Blender 如果不計 Rendering 我相信它對硬件的要求是沒有 Seabrush 這麼高 所以做一些基本的建模 或者純粹在上面去學習一下一些材質 材質和材質的東西 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又跟 iPad 去比 iPad OS 暫時來說都沒有這種 3D 軟件 類似的都沒有 最近已經是 Shaper 3D 了 所以如果你想在平板電腦上去學習 3D 軟件 暫時來說只有 Surface 系列才能夠滿足到你 我現在放了一些 Blender 的 Sample 先進去 你看到開始拿機了 現在真的試試這部 Surface Go 的效能 最盡最盡可以做到什麼程度 現在這張建築設計圖 就是用 Cycle 去做 Rendering 就是一個全 CPU 的 Rendering 模式 大家現在在數字裡面都會看到 整個過程都駁著電源 就是 Full Power 這樣跑這個 Rendering 那 Sample 我調到很低 就是 40 個 Sample 用了 4 分鐘的時間完成這張圖 坦白說效果不差 如果你只是用來做 More Up 或者 Presentation 絕對是足夠有餘的 接著來我們再試一個場景 這個就是 Blender 他們的一個 BMW 的測試場景 那 Viewport 轉動起來都相當之暢順 好了 我們的 Rend 好了 這張圖就用了 2 分 48 秒 那 Sample 都調低了很多 那就是 100 個 Sample 其實在市場上可以做到 3D Rendering 的平板電腦 真的不多 所以 Surface 這系列的機器 的確是有它的價值在 雖然平板電腦上面可以用到大部分的 3D 軟件 但是有一個問題是值得跟大家特別去講的 3D 軟件都一樣的 很多都不是設計給你在平板電腦上面去用 你要操作的視點是最困難的 你需要裝一個叫 Tablet Pro 的 Plug-in 你才能夠用這支筆配合平板電腦去控制這個 3D 軟件 有些軟件可以完美地操作 有些軟件就不可以的 如果不可以的 你就要搏鍵盤和 Mouse 去用 所以回答一開始講 關於 Artists 應該買鍵盤這個問題 大家現在知道 Artists 都需要買鍵盤的 好了 跟大家看了很多專業設計的軟件 但是你未必所有時間都會拿它來做事 有時候你可能會拿它來上網 看影片之類的 這部機在音效上面的表現又如何呢 這部機上面就有兩個speaker 分別在左上角和右上角 現在我開一條影片出來 和大家一起聽一下聲效 再看一看 另外關於充電方面 除了用它原裝這個充電頭之外 你還可以用 Type C 去充電 但是一定要有 45 火以上的火牛 你才能夠充電 否則你插 Type C 的時候 它是會便應不到這個電源 續航力方面 整體來說不算太好 因為我用 Blender 的時候 大約用了 3 至 4 個小時 就由 100% 跌到差不多沒有電 出門的時候可能需要帶尿袋 而尿袋要是 45 火以上 或者更加好的就是 65 火輸出 才能夠充電這部 Surface Go 3 好了 最後你到底是否應該買這部 Surface Go 3 看看你因為什麼原因買它 如果你想買它來畫畫的話 我的答案是 No Sorry 不好意思 我真的覺得 Surface 在這方面都還沒有準備好 首先第一個原因就是 大家剛才也看到的 其實很多的軟件都是電腦軟件 放在 Tablet 上面你會看到 其實走上來不暢常的 例如是剛才的 Clip Studio 你看到它放大縮小的時候 都會滴機 不像 iPad 上面的 Procreate 感 那麼暢順 第二個原因就是那支筆 Surface 的筆始終還是很板繪 畫上來的手感 真的不及 Apple Pen 大家如果自己有機會可以去試一下 Surface Pen 和 Apple Pencil 那個觸感和靈敏度 完全是兩個層次 而且手感真的差很遠 所以如果是畫畫來說 我覺得大家應該要選 iPad 啦 如果你是做建築工程 或者是室內設計的話又怎樣 這部 Surface Go 可能會挺適合你 大家剛才也看到 現在有 Shaper 3D 又出了 Windows 的版本 而且因為 Windows 的關係 你還可以安裝到 SketchUp 第一 便宜一點 第二 功能也多很多 你又可以加到材質圖在上面 可以改一些顏色 其實這部 Surface Go 在工程軟件上面的支援 其實是很多的 而且價錢又不貴 你買它來畫圖的話 其實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了 最後如果你是想買它來學做 3D 例如學做 CBrush 或者 Blender 這部機又會不會適合你呢 先用 CBrush 先啦 這部機的便攜性這麼高 你拿出去外面的時候 你都可以隨時對待 拿這部機出來 用這麼專業設計的軟件 去練習做雕塑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好處 我自己也有少少是因為這個原因 而買這部機的 果然這部機 走起 CBrush 的時候 大家剛才也看到 都OK的 挺暢順的 用大部分功能的時候 都不會有問題 所以其實這部機 用來練習 CBrush 是OK的 還有 Blender 現在 Blender 很流行 可能很多人都想去學一下 Blender 其實這部機夠不夠呢 用這部機在 Blender 上做一些基本的建模 或者是去學習一下 Material 又或者是3D Rendering 其實是足夠的 剛剛好足夠 最多 Rendering 會慢一點 所以如果你是想學習 CBrush 或者 Blender 而買這部機 我覺得便宜一點 其實這個是一個挺好的選擇 好 如果你看我這部影片來到這個位置 我希望你已經找到你自己的答案 如果你還沒找到的話 不要緊 你在這部影片下留言告訴我 我會一日去解答大家 如果大家覺得這部影片幫到你 請你幫我做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Like這部影片 第二件事就是 Subscribe我頻道 第三件事就是記得打開我的鐘仔 我下次推出這部影片的時候 你也可以第一時間看得到 好 今天來到這裡 我是Neo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